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又来到陈世卫播段旅程 今天我们就是来告诉大家 台湾的00757是 海外ETF进食最高获利最好 机优大胜大盘的一档 ETF 那这一档我们来跟美股比一比 到底哪一档比较好 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定要看到最后 你一定会收获满满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总体经济 以总经来看的话 6月的出口真是连八红 6月的出口值高达将近400亿美金 来到399亿美金 而它的连帧率是23.5 是有史以来一个月增加最多的 真是AI概念股抢抢棍 在台湾的伺服器 跟网路跟视听网路相关 像大力光最近创新高 因为苹概股变得很红 大家记得吗 大力光又回到股后的位置 所以财政部他们就说了 最近的支通视听产品 加上电子零主件 双双的让这一个月的出口值 来到399亿美金 成长以来最高23.58的年增率 大家记得吗 在上个月5月份的时候 电子零主件 它还负8% 表示说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库存 但是在现在的时候 它进来增加了 增加很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电子零主件也由负变成证 表示带资料库存变少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最近的被动零件的这个公司 一直涨啊 像一些光通讯族群 普洛威啊 上全啊 涨到不行 都涨了好几倍 本益比又来到40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 这些股价真的很高 大家都知道 电子业就是五穷六卷 就五六月份 这个出口值会最差 营业也会最差 七八月呢是最好的日子 那这边呢 这个经济部它有预估 来到了七月份 可能来到410亿美金耶 为什么在讨论这个 美股跟台股起来呢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总体经济是不是 继续往上攀升 如果有往上攀升 表示我们的投资 就会获利 我们再来讨论是美股好 还是00757好 才有意思吗 我来问一下丹娜店长 丹娜店长以前也没有买美股 你记得吗 对 那你后来买美股 会有什么担心吗 你觉得有哪些不方便的吗 第一个就是你要换汇啊 你要把台币换成美金 然后付委托才能扣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的美金账户里面有多少 才能够买相等值 它不能像台股一样 两天三天后才跟你收钱 就是你里面有多少 就是买多少 就是要先把现金放进去 才可以买美股 对要先把美金放进去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有一个基本手续费那时候 如果你没有超过这个手续费 都是收这样子钱的话 这样子摊下来的费用就会变高了 大家其实都会有个门槛 就是说要换汇很麻烦啊 或是你先要一笔钱呢 放在美金户头里面 然后再去算你今天可以买多少美股 真的是比较麻烦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两个要讨论说 这个美股买 直接买美股好 还是直接买这个 台湾获利最好的00757 这个ETF 那我们就来介绍00757吧 00757呢 这一档呢是 台湾ETF里面 目前今年以来 涨最多 涨超过五成哦 先前在节目有跟大家讲过 很多粉丝就敲碗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介绍的更详细一点 然后甚至有粉丝说 他今年有重压这一档ETF哦 真是赚很大哦 所以呢 哎我就在想想说 我们就好好把00757 好好介绍一下 因为这一档真的可以帮大家赚更多哦 所以00757这一档呢 他是由统一发行的哦 统一份加 为什么叫份呢 份就是尖牙骨啊 然后加就是说 除了尖牙骨之外 还会加一些 非常未来有成长性的股票哦 那这个统一投信呢 他在2018年11月27号的时候 成立这一档 到现在也5年多了哦 那他的基金规模大概是250亿美金 发行价是20块钱 那他现在快来到百元了 所以他已经翻了5倍 这一档00757 他是锁定10档 最具有未来性 成长性跟话题性的股票 我觉得话题性很重要 因为只要你有话题 他股价哦 这美股有时候有一次 特斯拉曾经一天涨47% 就是他很有话题性 可以股价直接翻两倍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前10大成分股 我觉得他最近涨幅最高就是 他把特斯拉调高2%多的比重 他的10档其实几乎就是以10%为足 那以特斯拉来看第一档12.53% 那特斯拉以前是9%多 他把它调到12.53% 其实我对特斯拉 我跟大家的店长我们都有 我们是觉得说 特斯拉这一档的好事在哪里呢 特斯拉我觉得他最好的地方就是 因为最近美国要降息了 大家都知道美国如果9月份降息 美国人他们买车子习惯是借钱买车 那特斯拉的车子为什么卖不好呢 因为实在利息太高 你想你买一档一个车子 每个月还要付一个6%的利息 那干脆等到他降息 因为美国人他对于美国要降息是有期待 所以大家都一直期盼着美国会降息 那再来是Amazon 再来是Alphabet就是Google 我自己也有Google Google他今年的涨幅真的蛮高的 我为什么买Google呢 再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YouTube有Google给我钱 他是我老板 所以既然老板给我薪水 我就买一下老板的股票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YouTube平台的收入 我全部都拿来买Google 结果你知道吗 Google是我所有美股里面呢 获利最好了 获利来的30几% 然后呢再来是Snowflake 可是雪花哦 它是一个云端数据 非常棒的平台 还有苹果 苹果今年的表现也非常好哦 因为最近这个苹概股呢 iPhone16要出去 而且是一个AI的手机 所以苹果今年的涨幅也非常大哦 还有Meta就是Facebook啦 那还有微软Microsoft 那我觉得Microsoft是一个不退流行的一家公司 你知道很多公司哦 可能就再也不会听过就是一代巨人 或者是几年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了哦 那微软呢它一直都会跟着时代一直在进行 那个变形啊转变 所以它一直股价都非常非常的好哦 都在时代的让头上 Netflix啊就是网飞嘛 像我家就Netflix 当然说咯 它是一个尖牙骨 一定要买它下来600多块了 NVIDIA挥达也是我们最近AI的最爱 黄仁勋哦 人来疯这件事情 人来疯呢 所以它股价真的是非常疯狂 分割之前呢 就有跟大家做了这个挥达的这个 影片哦 就说分割参加挥达分割哦 那感谢很多粉丝在跟我留言说 谢谢老师 在分割之前呢 我真的买了挥达的股票 分割之后挥达继续长哦 所以他们也都获利了 恭喜呢有跟着买 那个挥达分割股票的这个朋友们 Broadcom哦 Broadcom在8.49 Broadcom最近也要分割了哦 Broadcom现在股价来到1700多块哦 所以呢哎 他也是跟挥达两个是好哥们 Broadcom的DSP都被挥达这个抢光光哦 Proton的GB200 这10党股票真的是 但是美国最具有未来性哦 跟题材性还有获利性跟潜能的股票 都在这个00757耶 我跟你讲我会做这么深的研究 就是自己想买啊 当然店长那今年美股涨幅是几%呢 大概19%左右耶 呃那请问一下你的挥达有涨的 比这个多吗 挥达好像有啊 挥达那你知道挥达涨几%吗 年初到现在大概涨了166% 哇你记得好清楚哦 我也一会忘记 你看自己手 大家自己手中有股票他就记得 那00757的涨幅呢 当然店长我们来算一下哦 他今年1月1号大概是64.75 现在呢来到了95.65 他其实会快到白点 如果破百的话呢 他经典涨幅也来到了5成哦 哇这00757来到5成 真的是很不简单的 因为台股今年呢也才涨了13%多哦 这个00757就涨了48%耶 是台股肌秀了大概4倍多块5倍 真的很惊人哦 我来问一下大家店长 AVIDIA涨166% TESLA我们都有 涨了5% 那另外一个00757涨50% 你会选哪一个 你会选只买美股呢 还是会买00757呢 嗯 要是有买过继续就买美股 要是没买过的话 可以先考虑00757 对啊 因为00757好像是保证哦 因为他一次有10张股票 就已经是5成50%了 而你买美股自己买一个个股 也许我们买到TESLA 今年可能没什么赚 也许我们买到NVIDIA 就赚了166% 所以呢 这样子还是有那个几率 就是说你有输的可能性 还是蛮高的 所以为什么买ETF的好处 我觉得买ETF的好处就是 他把好的股票都放在一起 让你踩到雷的几率比较少哦 刚刚还跟大家讲的金牌股呢 包含了半导体电动车产业 AI大数据 电子商务 Amazon的电子商务嘛 云端的大数据呢 像Snowflake雪花 或者金融科技 还有呢 还有网路娱乐 串流媒体 这些就是Netflix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股票 想要买回答的朋友 我来问一下当然的电子 当然的电子现在回答 今天也来到一百三十几块 你觉得你会继续存它吗 很想耶 为什么 就是看好AI产业啊 看好AI产业就会想要继续存它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Q2 因为现在上半年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Q2这个 回答财报是不是继续有创新高 但是我可以 告诉大家的说 我们从这个台湾的出口 在6月份的出口 AI呢 概念股呢 这个视听跟网路 也持续的创新高来看 因为台湾这些伺服器 其实都是出到美国 可以知道 其实呢 台湾呢 出到美国 这个美股也会继续创新高 那回答 他的财报 相信会继续创新高 因为都是出货给他的 而回答1月份的财报呢 Q1的财报 我们可以知道吗 获利多了7、8 那我觉得有另外一档很不错 叫特斯拉 先前的影片 我们不断的说过特斯拉 我们在介绍特斯拉的时候 他股价也才170几 而他现在股价也来到260多块钱 那我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特斯拉 他最近呢 他有说 他最近这个 6月份这个结束了嘛 他说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有起色了 先前特斯拉大跌是因为他在中国市场 面对到很强劲的BRD 他那个卖的比他便宜 但是他说他在中国的市场有起色 而且销售量增加了7% 那第二点呢 我觉得特斯拉最近股价不断的标是因为 6月份卖的比5月还多 来到44万辆台哦 他除了电动车之外 最近有讲到说他的Optimus 这个Optimus机器人呢 要开始出货量产 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张很夯的照片 就是Super Michael的梁建后呢 他带着一个好像工地人的 那白色的钢盔呢 那马斯克就来找他呢 然后呢这个梁建后一直说 马斯克你跟我下了很多的这个伺服器订单 我再帮你工作 我看这照片真是心有心灵 我觉得美国人很会作秀 所以最近呢 Super Michael每超为的股价呢 在一周一涨了15%这么多 哦所以你可以看哦 这个Super Michael涨特斯拉涨 因为呢特斯拉跟Super Michael买伺服器 高速的伺服器 而Super Michael也涨很多 所以最近特斯拉一直在建自己的高速机房 用的全部都是NVIDIA跟博抗的产品 所以NVIDIA博抗最近也是涨得强强棍 那除了这个超级电脑机房啊 那特斯拉用了很多伺服器之外 因为他是为了他的机器人做准备嘛 那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棒的就是他的心电计划 叫SpaceX SpaceX也会上市柜的计划 然后他我觉得他可能会取代各国的电信公司 提供无线那个卫星的无线网路的一些功能 他希望全世界的人呢 如果我们到不同 像我要去加拿大旅行 我可能要用当地的WiFi 我打个电话我就要用漫游 我就必须办卡 真的非常麻烦 那如果用SpaceX的话 这些全世界就等于是一个国家 我就不需要漫游 我也不需要到处去办这个电话卡 网路卡这些 所以我一直觉得特斯拉 他其实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秘密武器呢 就是他的这个自驾车 大家都知道他自驾车本来一个月的订费呢 是199现在到99 而未来电动车兴起的话 这个无人自驾车呢 最近大家很流行是什么 无人计程车 所有的无人的这个驾驶 一定都要跟特斯拉做license 所以你可以知道很多龙头汽车 不管是双V的 美国欧洲的 日本的 这些人他的无人自驾车 都要跟特斯拉license 所以大家知道 特斯拉他有多少多少的美梦会成真吗 我觉得特斯拉真的可以改变我们世界 而黄仁勋呢 NVIDIA呢 他的机器人世界 用机器人来操作机器人 真的这个世界会让我们很不一样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去想像到说 未来世界会怎么样 跟我现在世界很不一样 我也想要问戴安店长 我们两个是妈妈 我们有孩子 那我们孩子也会长大 如果未来 不知道是有机器人在跟我们一起工作 或是未来世界 真的就像特斯拉这样子有机器人 然后你觉得你会想 你的世界会是怎么样 你会自己想做这家事 还是让机器人做家事 让他给机器人做家事 所以你对机器人不会排斥吗 不会啊 你觉得机器人可以到我们的生活来吗 可以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未来如果有机器人可以到家里做家事或扑人 你会买一台机器人 会 跟我有点不一样 我一直觉得家里有一个机器人好奇怪哦 所以你觉得机器人如果可以服务我们 帮助我们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idea 对啊像扫地机器人来我们家之后 我就没有扫过地啊 我还是自己拖地板 所以如果这样大家来看的话说 如果说一般的妈妈孩子们跟家人 一般人都可以接受机器人来我们生活 大家来想想看 特斯拉跟NVIDIA 他所说的那个 Universe 是机器人来控制机器人的世界 机器人来帮人类服务的世界 是一个美好的大世界 这一天真的会来临哦 大家如果觉得怕买美股 会觉得 比较不方便 倒不如可以讲的00757 我相信他在接下来还是未来很有成长性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就请帮我们按订阅分享跟按赞哦 祝大家呢 买美股可以赚钱 买00757也可以赚钱哦 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 拜拜